我手中的这节乐器呢 叫改革大三弦 现在有一个叫天津石调 应该也是大家都听过的 我给你谈一下 你看看你听没听过 好的 听过没有 你写的 好像听过 我这个琴谷 两面皮 然后这呢叫琴邦 琴邦是由木质所制 对 你看它的琴感 很长 也很细 这个呢 是三弦呢 是一个无品柱的乐器 它没有品 对 那音准靠什么来去把握呢 是要靠我们的把位 还有指法 还有手指的记忆呀 还有耳朵去听音准 琴轴是三根琴轴 三根弦 三弦的声音呢 也很特别 清脆很厚的 明样透彻的 给你听一下 好的 好的 真是 还真是 很厚的声音 是吧 三弦呢 三弦呢 还一直被用来作为曲艺和戏曲中 作为重要的伴奏乐器来演奏的 更能在戏曲中表达人声的唱腔 哦 比如这个我们的琴枪啊 还有乐剧啊 金剧啊 等等的 还有包括曲艺的大鼓书 金运大鼓 梅花大鼓 西河大鼓 还有河南版头曲 用的还是非常多的 像我们这个陕西的琴枪 有首作品叫琴枫 它也是表达人生的唱腔 就是用三弦去模仿人生 嗯 你听一下 好的 我们听到最近有新的歌剧 其中一部民族歌剧 白毛女其中一段是牧人志 对东家献媚讨好 对贫苦百姓是巧缘吝啬 虎甲虎威的一段 我呢 是作为声乐的爱好者 角色演员的唱词呢 我也都是要记下来的 方便于我们演出的合作 更完美 今天呢 我来当一次讨租的人 好不好 好 期待 讨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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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账 要账 走了东庄 走西庄 我有四件宝贝 山边藏 一只香来 一只墙 一个那拐子 一个花 见了东家 我就烧香 见了那店铺 我就放枪 能拐就拐 能放我就放 谢谢 老师太好听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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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是